花蓮縣文化局主辦的110年藝術下鄉及藝文體驗系列活動 玩意列車亭看廳 25號是由本土布袋戲曲奇雄木偶劇團 還有全花蓮在地人所組成的歌仔戲演藝團 後山劇榜單綱演出 現場徐仲偉表示 文化局總共舉辦18個場次的表演 還有4場大型藝文活動 將接連巡演推廣台灣本土戲曲文化 花蓮縣文化局主辦110年藝術下鄉及藝文體驗系列活動 玩意列車亭看廳活動 現場徐仲偉表示 這次文化局在9月份和10月份辦理18場小型表演活動 以及4個大型展演活動 分別在花蓮市、鳳林鎮和玉尼鎮辦理 也歡迎鄉親一同來參與 現場徐仲偉表示 台灣本土戲曲承載著台灣從古至今 藝術發展的優美文化以及歷史記憶 並不含鮮的在過去時空背景的智慧以及精髓 希望藉由布袋戲推廣活動以及互動方式 讓新一代的認知、學習以及孝心遵長 形善、關懷、加強認知台灣傳統掌中記憶 和互動方式同樂 打破傳統表演的形態 達到推廣藝術之美 國外一列車共有18場 18場 我們第一個禮拜六日 我們有四個鄉鎮 我們有四個鄉鎮 這個固定地方來演出 而都是小微 這個環藝列車 不是藝術文化 最廣列車 而是環藝列車 是希望用小巨彈的方式 跟當場對彈做互動 讓他們能夠認識 從上禮拜開始 我們有深蹲軍、深蹲樂團 也是帶領孩子、家長玩樂器 然後認識樂器 上禮拜還有我們的朱 朱老師 那這個禮拜是 還有我們台灣私主院 所以在上禮拜也是 滿滿的禮拜六日半天 同時替我們活動 而今天有我們的歌仔戲 還有布仔戲 那南區也有一個軍團在演出 晚上都有我們在美輪 這個田徑場 還有大旗演出 所以9月、10月 是整個花蓮大秉公的藝術 下鄉還有大旗演出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千萬不要錯過 讓這整個藝術的氛圍 與我們的生活融合 讓我們的生活非常幸福 非常地飽足 這是花蓮先生的心態 希望大家 我們一起來認識藝術 讓藝術生活化 神的藝術化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 我們孩子的 或是我們的長輩 其實都不會來 滿滿六日 發入我們那個 現在古國文化局 的公告動用 所以不要錯過錯過 非常非常的熱情 認識藝術美好人生 歡迎先生 我連年舉辦 本土藝術小巷活動 除了讓長子們 能夠回憶到 早年廟口 西班演出的美好記憶之外 也讓新一代的孩子們 更能夠在課本以外的實體 演出上深度了解 本土戲劇的藝術價值 其他能夠啟發更多年輕人 加入傳承本土藝術的行列 不讓傳統文化資產消失交零 記得將會請下午到